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各位开心呢 希望你每天看到岛主视频的笑口常开 有朋友在前面的视频说 喜欢岛主的小酒窝 还喜欢岛主说笑口常开 那以后我在视频里面 多给大家提一点笑口常开 希望你看到岛主的时候都乐呵呵的 心情好最重要 因为心情好的话 也让我们的状态比较好 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了 那说到漂亮呢 又得说到我们的这个美妆呢 那今天呢 因为等会要出去吃饭 然后选了这样一条裙子 所以我就想到了 跟这个裙子搭配的一个眼妆 我用到了绿色的眼影 看到了吗 我选绿色眼影 除了这个裙子以外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是秋天了 那秋天通常大家喜欢用的就是 金色 然后还有橙色和绿色 这三个眼影 是用的比较多的色彩了 那绿色就最好选墨绿色 就是暗一点 像我刚刚就为了录这个视频 跑到隔壁的便利店 去买了这个 Revolent 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呢 它也是比较 比较深的一个 一个墨绿色 然后我用的不是太多 这个墨绿色我怎么用的呢 那我眼部呢 首先我用到了一个 用到一个金橙色 然后作为一个底色 大概眼窝部位 然后另外呢 我就选用了一个深棕色 在这个轮廓的这个地方 做一个烟熏的修轮廓 因为特别是国外的人很喜欢 在这个地方修轮廓 一般我们东方人用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 不要像他们那样很夸张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凹进去了 所以他们画出来比较自然 但是我们画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平的 你画一坨 就感觉不是凹进去了 而是打肿的那种 所以要淡淡的 不用太深 看得出来有一点 眼睛轮廓的效果就好了 然后绿色呢 我主要是扫在了前面这个地方 眼睛靠眼线的这个前面部位 然后靠眼线来一点 另外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稍微扫一点点 在下睫毛的这个地方 要扫一点点绿色 这样子行出了我的眼妆 看到了吗 不要太夸张 有一点点就够了 一点点就可以 就是让我们的色彩 搭配起来很协调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眼妆 选用了绿色的话 很容易就让人第一眼 就会注意到你的眼部 所以其他地方呢 咳咳咳 所以其他地方呢 就不要太强了 色彩最好是选用低调一点的色彩 像脸上的腮红呢 我今天就选用了小妙那款 就偏橘色的腮红打在侧部 侧部这个地方就跟修容粉 然后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看到了吗 就是有修容的效果 一点点腮红 不要太明显 就有点大地色的感觉 口红也是一种大地色 是亚斯兰黛的那个叫Cappuccino 是不是有Cappuccino的那种色彩 跟我的唇色搭配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比较自然 没有太多色彩 千万不要什么粉色啊 桃红色啊那些 这样子的话就很奇怪 就像一个彩盘在自己的脸上了 然后我们的眼睛 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在绿色的眼影 所以在我们的眼睛部位 其他地方就低调好了 然后用一些高光 在化妆这一块 我待会就给大家秀一下眼部怎么画的 另外关于其他方面什么打底啊 口红眉毛啊什么的 可以查看导主前面的视频 然后就可以看到怎么画出来的了 首先呢 用一个眼线笔来画我们的内眼线 这里呢 我使用到了一个黑色的眼线笔来画 在画眼尾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这样用眼线笔 把它往上提一点画出去 然后用眼线笔的另外一头 就是有海绵的这样一个尖呢 可以往外面这样往外擦 就可以画出一个眼线的形状来了 接着下来再用眼线笔来填补这个幅度 让整个眼尾看起来比较平滑 然后我们再用眼线笔来画外眼线 然后外眼线跟内眼线连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我们待会上了眼影以后呢 就不会看到那个肉色的颜色在中间 如果觉得眼尾画的不够好的话 可以用一个斜平头刷 这样再刷出去 把这个眼尾做的更完美一些 接下来就是画眼影了 我用一个大地色系的非常浅的一个金棕色 在我的眼窝部位扫开 然后呢我用到了一个深棕色 在我的眼窝的这个 颜骨的这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画一个轮廓感出来 你可以用一个烟熏刷的刷子 把它把这个颜色刷开 让它的这个轮廓感更加的明显 好了 该上绿色的眼影呢 用一个小刷子 在眼睛的前面部分 刷上这个绿色的眼影 当然在我们的眼尾这个部位呢 在睫毛的根部也可以上一点点的绿色 因为让它有一种融合 就是不要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分界界在上面 所以呢可以使用一个眼窝部位的眼影刷 把整个这个颜色做一个调和融合 接着来在下眼线的地方呢 我也使用到了刚才的这个深绿色 来扫一个我的下眼线 下一步就是夹我们的睫毛 这个眼妆呢我没有使用的夹睫毛 所以呢就直接把这个睫毛膏刷上就好了 刷我们的上睫毛的时候呢 一定要轻轻慢慢的往外刷 然后下睫毛的时候呢 也要把它刷的够长够细 因为没有使用假睫毛呢 我们的真睫毛呢 就尽量的把它就是多刷两遍睫毛膏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睫毛变得比较长 看起来才会比较好看 一定要等第一层睫毛膏干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上第二层睫毛膏 然后尽量的把它拉长 用一些可以增长的睫毛膏最好 在眼骨的地方呢 我们要上一些高光粉 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轮廓感更增强一些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鼻梁上面 也要打上一些高光粉 再加上鼻梁两侧的这个侧影 我们的这个眼妆就画好啦 加上我们之前画上的妆 那我们今天的整个妆容呢就是完成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分享对你有帮助 还要记得每天笑口常开 一定要开心哦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